苏慈询问了徐之的丫鬟,对方说徐之死前喜欢听语,不过是雨天听语,此时云王施压让皇上将进军统领子又革职,以安抚镇远侯,皇上无奈答应,同时他担心镇远侯会迁怒消炎之。 另一边,苏慈让董如双给徐之验尸,发现徐之死前有过挣扎,他的衣服上有种特别的脂粉味,就连裴招也无法分辨。 这味道很特别,我也第一次问他。 啊,啊,如双,你取一些检查一下,好。 苏慈又想到屈先生为徐之画过像,裴招便陪他去了解情况,屈先生拿出美人图让苏慈看,裴招说不知何时才能找到美人的眼睛,屈先生却表示他已经找到了,交眼知到镇远侯府赔罪,镇远侯误会他现在堕入了朝廷泥潭,不尽失望至极,很快董如双打听到徐之身上的脂粉是北疆独有的纯脂,着色时间很长, 苏慈认为徐之的死有太多疑点,与杜小姐等人遇害不同,杀害徐之的凶手,希望各大名门不要和齐王联姻,再用嘉义案混淆试听,晚上裴招狠自责徐之的死,独自喝闷酒时,苏慈过来安慰他,表示会尽快查明真相,突然一把情人锁从裴招身上掉了下来。 苏慈继续回忆案发现场,并模拟案发经过,终于有点眉目,他急忙找到徐之的丫鬟,凭借搜集的证据和内核纯脂,丫鬟供认不讳,镇远侯根本不信丫鬟侯是为堵住杀人, 让他赶紧说出幕后指使,但丫鬟犯犹豫后咬舌自尽了,此时的娇眼之一直很惭愧,镇远侯的话滋滋诛心,随后他再次拜访了镇远侯,表明自己的决心要还徐之一个公道,而苏慈破了徐之的案件,引起云王注意,云王便要手下查清他的底细。 这个人有何来历啊,他这几年破了几桩大案,在京城被誉为少年神探,从清水县开始,一直在启王的身边。 欲君后事如何,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少女大人速看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